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大数据分析的世界 当然第一件事情 就要稍微先认识一下Power BI是什么 当我现在我打了这个Power BI 首先它是资料视觉化的工具 所谓资料视觉化就是画一大堆的统计图 第二它是互动式爆表 它的图跟图之间是可以对话 简单的说 它就是做视觉化分析 可以做互动式的视觉化分析 好 那接下来Power BI如何去下载 其实你在这边一样 问Google大神Power BI下载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下载Power BI工具和应用程式 然后当然如果说你要针对Power BI来进行下载的话 我们就直接点选Power BI Desktop下载 它是单机版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点这个下载 然后进行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进行所谓的安装 我还是讲一下就是进阶下载这边 好 然后拉下来一点点 然后麻烦请把这个语言先改成版体中文 改成版体中文之后 然后再点这个download 否则你就会下载到英文版 可以吗 好 下载 那为什么我刻意点那个进阶 也就是为了给你们看这个画面 这是64位元这是32位元 一般我们都是用64位元下载 可以吗 好 这边我就以上就是下载 我就不请你们做 下载完毕是不是就安装 好 安装完毕之后 你的桌面上就会有这个图示 然后现在我们要交Power BI 所以快速点两下 这个Power BI Desktop 这是接下来要请你们做的 唯一的动作 就是快速点两下 Power BI Desktop 开启Power BI 那什么叫做开好 首先你会看到这一个画面 这个是起始的画面 直接点关掉 直接点关掉 你就可以开始使用 请问有没有注册 没有吗 可以理解吗 不注册照样可以免被使用 Power BI Desktop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做